尼泰南达,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父尼泰南达大师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实在是阿凡达 我不知道大家对阿凡达或者是西瓦神 或者师婆神有什么样的概念或者定义 或者你认为不同宗教都有自己的神 他的神跟我的神是两道神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事实上师婆神是宇宙终极之神 也就是说他是众神之神没有比他更高的了 他是意识源的化身是开拉萨的创始人 就是帕尼泰南达 所以呢帕尼泰南达 师婆神他在地球上的化身 也就是这个最终极的存在了 没有比他更终极的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理解 就是所有的宗教他都是在用自己的语言 去解释宇宙的同样的一个真理 这个真理也是唯一的 所以呢不管你的宗教在讲你的神 或者是你对这个宇宙有什么样的认知呢 尼泰南达大师呢他作为师婆神的化身 师婆神呢是宇宙的众神之神 这个不分宗教这个是唯一的也是最真实的事实 再有呢就是 尼泰南达大师呢他是少有的这个真神在世阿凡达的化身 前两天大师在这个开示中也讲过 还有一个上师他也是现在在世的 他呢是这个 我突然忘记了那尊神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也是对印度教也是在遇到大师之后才学习的 有一些就所有这些神明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了解 就是大师讲的那位在世的上师他也是阿凡达 然后他也是真神化身这样 所以呢这些都是Paramashiva的化身 他们都是 嗯 最就是意识源的这个化身显化 只是不同的形式的化身而已 然后呢 嗯 所以呢不管你追求的这个宗教或者怎么讲 或者你自己怎么理解呢 你要知道有一个真理就是 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 印度教虽然叫印度教但他不是印度人的宗教 他是地球人的宗教 他是宇宙的宗教 他揭示的是宇宙的真实的法则 就是最真实的这个法则 其他这些宗教呢 其实也都是用自己的这个一个语言或者体系去解释同样的一个真理 仅此而已 所以他们的本质呢 就是宗教的本质都是一样的这样 只不过是有一些宗教呢 或者很多教教派吧 他是被人类利用的 所以呢他失去了自己之前的这个上师在世的时候要传达这个讯息的原汁原味的那个背景了 然后呢印度教有个特点就是他的是这些上师 师婆神的化身或者Vishnu的化身或者Divi的化身 他们是在不停的转世来到地球 重新振兴这个宗教 就保持他的原始性和宇宙真理的一致性这样 保证这个科学是活的 所以呢他的可信度呢是百分之百 就是他就是一个活的科学 他就是最纯粹的宇宙Parmashiva意识源的揭示这样 并且现在还有真神在世的化身 真神在世什么意义呢 其实今天大师在开始中讲了 我觉得真是很殆尽跟大家揭示这个背景 大师说你可以读很多经文 就是这些原始经文 但是他们对你的意义只有把你带到这个在世的上师身边 唯一就是这个意义 只有在世的上师才能给你最后的证物圆满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严肃要开悟灵修的人 你就要知道你的目的呢是要找到上师 而不是卡在这本书上 意思就是说甚至是在你遇到上师之后呢 这本书里的内容让你呢不能信任上师 或者是疑惑上师 你也要把这个书扔掉 这个上师是唯一的能够给你正午圆满这个体验的人 他才是活的科学 其他的这一切呢都只能让你困在自己的 就是你的知识这些只能让你困在自己的逻辑当中 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狡猾这样 这是越来越远离开悟的 开悟正午圆满 通过自己读或者是修行是不可能实现的 只有通过一个在世的上师 能够给你这个直接的经验的体验的传递 这个是要他给你点画 要通过这个人的身体给你点画 你才能有的体验 你才能接受到的 为什么尼西亚南达大师作为诗破神的化身 包括他呢也要他的上师 也是诗破神的化身 来给他亲自点画 教他他才能开悟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故事已经足够的证明了 在世上师的重要性 他是唯一重要的 其他所有一切都不重要 甚至什么经文都不用读 什么都不用干 只要你到上师身边 你跟他保持最简单的一致性和彻底的服从 臣服就可以这种圆满 因为只有他才能给你 你需要的 这个开悟的这条路 而且只有他的点画 才能够给你这么开悟的体验 这一切必须用他的身体传递给你的 所以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 只要你有上师 你就知道 我只要对他完全的臣服一致 他就是我开悟的唯一的一条路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这个清晰度 不管你是在之前修行什么 或者你有什么理论 只要知道呢 现在尼西亚南达大师是一个在世的阿凡达 他可以给你证物圆满 你就知道所有的其他一切都可以放下 你的大脑都可以重新洗一遍这样 或者什么都不要了 所有的理论体系你觉得都不要 只要是大师在呢 你跟他保持简单的一致性和彻底的臣服 你的证物圆满就是他能给你的 也只有他能给你 只有一个在世的上师才能给你 你是什么宗教背景的 如果这个上师没有在世 你也是不可能做到证物圆满的 所以希望大家能非常清晰的了解这个背景 然后呢 尼西亚南达上师他来到地球 就是为了给我们证物圆满 所以呢 不论你是什么宗教背景啊 这些对他来说都没有意义 他要的只是你内心的 开悟的这个决心 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宗教的区别 只是人类呢 为宗教有一些划分 或者上师有一些划分 对于这个宇宙法则来讲的人人是平等的 印度教之所以叫印度教 不是他是印度人的宗教 也不是跟这个国家有什么关系 他就是叫这个名字 但他是宇宙法则 就这么简单 好的 我们是一群幸运的人 我们遇到了尼西亚南达上师 他是我们开悟的唯一的机会 也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意识到这个意义呢 伟大的灵性的意义 让自己绝对的和大师保持最高的一致性和 简单的臣服 任何时候大师讲什么 我们就去做就行了 就一定可以得到最终的开悟 感谢大家 你点灯灯 感谢大家